隔了555天,出门戴口罩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28号宣布考量国内疫情趋缓 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情形平稳 从12月1号起要取消室外全唇佩戴口罩的规定 也开放逐桌敬酒 至于跨年活动的口罩规定呢 只是还要看疫情变化来讨论 你有多久没有清楚看过身边人的真面目了 疫情爆发以来,戴口罩成了全民运动 甚至一度因为一兆难求,导致封墙口罩之乱 而随着国内疫情趋缓,现在口罩令也有好消息了 为兼顾防疫、经济以及社会运作下 指挥中心28号宣布 将从12月1号起取消室外全程佩戴口罩的规定 12月1号开始,大方向来看就是说室外就不用戴 岁末的这个大型活动的这个口罩规定 我们会再看变化,再另行眼里 但是大致上的方向就是室外空间或室外场所 取消应全程佩戴口罩的这个相关规定 时隔555天,出门戴口罩的日子即将要结束了 另外,指挥中心也开放,餐饮场所可以逐桌禁酒 以及入境人数管制不设限 不过对于这些防疫措施的松绑 还是有民众觉得暂时不会脱下口罩 口罩解禁的话,还是要,我是觉得说还是需要戴口罩 国内疫情趋缓,呼吸道传染病流行情形平稳 综合评估下被视为防疫最后一道防线的口罩令 如今也有了第一阶段的松绑 至于指挥中心的去留,在年底前都还不会退场 但记者会将会减少到,只剩下每周二次召开 这里下集会,台东总统报道